真的很苦恼耶 因为紧接着五月份 店家也要调涨了 现在呢连家庭主妇 做家事的时间 都得跟着店表来做调整 有聪明的妈妈就卡指一算了 发现呢在晚上十点半 到隔天早上七点半 使用像洗衣机这样的高耗能家电 比较省荷包 在夏天洗衣服 想省电又省钱 可得调队时间 脏衣服一件件丢进洗衣机 简单的动作却和荷包息息相关 一般家用东西才会在晚上洗 省钱大作战 家庭主妇不利用白天漏漏等的时间 反而选在晚上 你都在晚上在洗啊 这边也要调整 经济计较 原因就出在台店定出的这个时间表 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七点半到晚上十点半的时间 用店尖峰时段 一度店的价格最贵 礼拜六和礼拜天也没便宜到哪去 而用店最省的时候 记住了 就数每天晚上的十点半 到隔天七点半 家庭主妇被迫改变习惯 没办法实在是因为 原本白天做家事的时间 用店确实最贵 只是洗衣服的时间可以改 要是白天热得要命 想吹冷气 拿起遥控要按下去 可就陷入两难 在家里用店得花钱变成民众要往外跑 图书馆超市还有百货公司 变成是免费吹冷气的 后宿在 百货公司图书馆有开冷气的地方 想必到了夏天 到了夏日 势必会出现大批专门来吹冷气的省定一族 毕竟省店和省钱 两者划起了等号 全民抗涨 民众恐怕得学着 习惯就好 中天新闻六人廉家庆 台中